台灣昨天又失去一個寶貴的盟友 位於中美洲的巴拿馬共和國總統 巴雷拉發表全國電視演講 宣布跟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 已經建立了107年的外交關係 果然承認北京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並且認為中巴建交是一條正確之路 台灣蔡英文總統就認為 大陸刻意打壓台灣破壞了兩岸的穩定 巴拿馬對台灣是一個寶貴的盟友 除了因為台灣邦交的國家已經越來越少之外 世界航運煙喉之稱的巴拿馬運河 也都在巴拿馬 戰略地位自然重要 而且巴拿馬是直至昨天之前 是台灣所有邦交國家經濟體系最大的一個 台灣外交部現在足以國與國相稱的盟友 一共只有20個 除了凡帝剛 當中11個位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其他散佈在非洲和大洋洲 自從蔡英文去年上台之後 由於他的就職演說 未能滿足北京所要求承認的九二共識 即是兩岸政府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北京開始對台灣進行四方八面的打壓 包括在經濟上限制旅客訪台 並且重新嚴點外交風火 去年年底 與台灣有邦交的非洲 勝多美和普林西比宣佈變節承認北京 已經標誌兩岸外交憂兵結束了 到了今年五月 北京更加阻止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由於世衛基本上只講及了醫療議題 和政治關係不大 北京此舉令到台灣上下大表反感 對大陸的觀感只會更差 台灣的外交困境 已經不能再指望盟國、港道義、港交情了 超過百年交情的巴拿馬都可以變心 其他盟國的難保會增相仿效 而最令人關注就是梵蒂岡的動向 以中國大陸目前的國力、經濟體系之龐大 其他國家放棄台北和北京建交 在實際利益層面而言 無疑是一條正確之路 台灣要維持一個國際承認主權國家的地位 維繫邦交盟友確實一個也不能少 因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擁有八個條件 其中之一又得到外國的承認 其他條件包括擁有一個有制度的經濟體系 以及發行其他國家承認的鈔票 擁有一個維繫社會功能的服務網絡 而且台灣還擁有一個效忠政府的軍隊 馬英九時代的兩岸外交優兵 其實正正就是要台北臣服北京的其中一個條件 如果台灣的政治、外交、經濟 一切都要看人面色的話 更多的邦交盟友恐怕都會無濟於事 足以忽覺得 Square Citadel lui 他咱 皇上 看見